我们继续看伞把出,昨天好像让他赢了 算你运气好,今天继续看 弄他 先祝他对吧,新年快乐 再祝他万事如意 哎呀,这阵容有点催呀 这阵容打树伞 哎呀,太一口老气啊 对面的阵容不给力啊 这只能寄希望于他上来找不到这机械师了 看见的是祭司丢伞 祭司这边的话可以提前描个动 抓前锋吧 这么自信 把子哥上来抓前锋 一个速伞抓前锋 你怕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娃娃的话那边机子是被封的 这边丢伞找到邮差,应该过去了吧 要抓机械师 能排到吗 因为祭司的位置 邮差的位置,前锋的位置全知道了 所以说这边剩下的这个点就是机械师了 可以啊 把子哥这波找机械师 虽然说我没有很希望他能赢啊 甚至心中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希望他能够被三跑四跑 但是他这波的选择,他这波的排点找人是很值得学习的 是我觉得最稳的一个开局 机械师这边的话第一刀应该是要给上了吧 闪现一刀 也行吧 就反正机械师也走不了嘛 这边也不可能有队友过来帮你 一刀抽没抽中 那机械师能撑多久撑多久了 但机械师有个问题就是他不能再往前走 他再往前走有个什么问题 就可能要倒到娃娃那边去了 机械师这边已经等死了 机械师这边都不准备反抗了 看到没有 直接切过去 开始操作娃娃了 可以的 因为这块板子下了以后 机械师在这边就必死点 翻了 说不定还给个震慑 前锋已经过来了 还可以 还可以 说实话真还行 我觉得机械师这边的一个选择也蛮优秀的 我给你操作个灯 有什么好操作的 油拆 回身撞 好的 可以 油拆吃一刀 那前锋这边无伤 等会 骗一刀没能成功 马子哥这刀器把握的好 前锋再回身来撞 没撞到 那完了 这一波 因为前锋撞 说实话这技械师也走不了 我觉得这波撞 就是真的撞晕了 这个机械师 也走不了 当然撞晕了呢 可能机械师薄命结束之后还能再拖一拖吧 我们来算一下机子 这边过去娃娃的机子已经修掉了 所以这个娃被打就被打了 油拆这边本来好像是准备去找娃补一波状态的 刚才看到这边牵过来挠了挠头 娃娃拖一拖 这边前锋倒地 队友过来摸 算一下剩余的密码机量 这里的机子的话两台遗产修掉还差 对于穷者来讲 这个局应该是没有任何的 就自信一点吧 穷者没有任何的保平面了 怎么保平嘛 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就是因为这套阵容 我觉得即便球者能打出三人开门战 速伞手里有闪现 有丢伞 球者这边的话 这个球一定没有 一定没消耗完 祭司的洞 油拆的那个狗 你有 也没用 你面对速伞 我这边闪现先抬一个 然后把人挂上丢伞 控一控 基本上是个多抓 然后我相信靶子哥这个操作 好吧 我觉得这把多抓了 再加上外面这个油拆还是一个半血 看到了 直接闪现 跟你啰嗦两码 赢了 这波击倒就赢了 这波击倒没有任何的选择 机子不够 然后这边 穷者还要再被消耗 没办法 因为这道阵容真不太好打速伞 然后呢 他也真的不给机会 翻山越岭 横跨整张地图去找机械石 说实话 这个打的也是 忒不给机会了 假动作 这边速伞啊 表情拉满 前方这边压根不管你 直接掏 我现在觉得 掏哥真的蛮不错的 我现在已经从那个 就是各种做表情 变成掏哥了 我已经加入掏哥党 我最近玩佣兵 感觉上手掏真的很爽 你表情拉满 拔一个震慑 对吧 受尽嘲笑 我掏哥掏了 震慑嘛 也就算了 没震慑 我掏哥就是猛 真的 掏起来还蛮爽的 关键是 你一掏 撞下来 无伤救人 不晓得有多爽 哎 砸头 机子的话 前方这边修不开 这机子差太多了 最稳的呢 就是过去打前锋 这么油拆什么都 不要了 抓前锋 抓前锋是最稳的 你修机是吧 你喜欢修机 好 给我修 这么喜欢修机 抓前锋是最稳的 外面球拆 油拆起新机子 也没有用 他们这边 至少把油拆的状态摸好 因为你这边 油拆起新机子 机子一动 速伞就丢伞过来 找你了 摸好油拆起新机子 祭司在这边 准备救人 但是已经位置被排到了 就打一刀 丢伞回去的事情 这刀有了 好 人救不下来 这人救不下来 这丢伞 不可能给你的 当然他这波丢伞呢 其实你丢伞的动作 做出来 祭司就不太可能 往前走了 其实他可以再收一收 这波油拆过来吸引 祭司过来想偷 没能偷下来 因为有个摇铃 可能会打断 放狗咬 这边的话祭司 有个摇铃 没咬到 但闪现好了 打一刀 哎 救救救救救救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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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慢慢的消耗 无尽的消耗 看到了 有摇铃 好的 摇中 一刀 又让把子哥赢了呀 这把我们输在什么呢 输在阵容不好 其实穷人打的还蛮好的 我觉得打的还行 前方那波做有点亏啊 其他的话我觉得也还不错 特别鸡翅石 我觉得鸡翅石是这局 他的一个选择啊 做的都蛮不错的 诶 你这还玩起来了 我计排位结束了 好了 那我们这边就不看了啊 下次再来跟把子哥一较高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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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